一連串的快歌 接下來應該 我覺得如果是做導演的話 應該會考慮進一首漫步 謝謝 為了這一次禮擋我 需要深深地聚上一歌 接下來的這一首歌 其實是 讓我非常感動的一首歌 我畢業之前其實 就有聽過 但是畢業之後聽的頻率 越來越高 因為會常常去還演以前 比較無憂無慮啊 自由自在的一些 生活的狀態 當然我覺得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有那樣 非常純真的時候 但是可能因為現在的工作 現在的生活 可能會變得有一些複雜 但是我覺得 只要我們把那一份 美好的東西 留在心裡面 可以常常 拿出來回憶一下 就好了 聽一聽我們的 純真年代 是 然後 我們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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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